那时候 耶稣的门徒中 有许多听了耶稣的讲话 便说 这话生硬 谁能听得下去呢 耶稣自知他的门徒 对他这番话窃窃思议 便对他们说 这话使你们起反感吗 那么 如果你们看到人子 生到他先前所在的地方 又将怎样了 使人生活的是神 又一无所用 我对你们所讲的话 就是神 就是生命 但你们中有些人 却不相信 原来耶稣从开始 就知道那些人不信 和谁要出卖他 所以他又说 为此 我对你们说过 除非蒙父恩赐的 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 从此 他的门徒中 有许多人离开了他 不再同他往来 于是 耶稣对那十二人说 难道你们也要走吗 西满伯多禄回答说 主 为你有永生的话 我们去投奔谁呢 我们相信 且知道 你是天主的圣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下声